咱们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 就忘了救火什么花 这个呢 咱们还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咱们先拆开看一下 留了一张纸条 纸条应该是有的 有个电话咱们藏起来 他说咱们同省的花友 大花冲的走球 养了一段时间不发根 拯救他一下 3Q 好嘞 看看啊 什么话说 为什么我养着大花冲 为什么养着走球不发芽 咱们首先呢 要打开看看是什么情况 嗯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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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嗯 他种了一段时间不发芽 是我们山东的 然后呢 我初步估计啊 应该这个花友家里边的温度 应该是差那么点意思啊 如果这温度够高的话 他应该是发芽的 你看那个球子的状态 也都还挺不错的 嗯 问题应该不大 上面有一点稍微的这种小长毛 这个没什么事 好了接下来呢 咱们就入土为安 其实很简单啊 很多的话 我在种的时候说是种不好 像这种种球类的哈 大家种的时候 不要埋得特别深啊 百合除外 百合可以稍微深埋一下 这个就不要埋得特别深就行了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底下垫一层底土 加一丢丢肥料给他 嗯 大概 居中或者是在那个三分之一位置 稍微过筛一下 就是大概这个种情况 你看在这儿 看到没有 咱们埋的土呢 就是稍微给他敷平就行了 不要太厚的土生 稍微压实一下下 不要压得很紧就行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正常的去 可以给他 花友 如果说你们家里边温度不够的时候 你可以找个这种塑料袋 稍微给他套一套 稍微套一套 这样让 让他保保温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作用 接下来呢咱们就浇一遍透水 放到这个 咱们比较温暖的地方 静等它去涨 就行了 别的没啥了 然后呢 另外呢 咱们种之前 我忽略了一个事 就是它这个底下 你看见没 它有一小点点 有这么一小点点的这个发霉 是吧 很多话也会担心这个腐烂 你可以放入一些杀菌药 你像捉菌灵啊 或者我手里面拿的这个 它是先趴的赛夫线安 都可以往土里面放那么一丢丢 再按回去就行了 你不是怕它腐烂吗 就放一点就行 这种种球类的 大家在种的时候 不要浇营养液去弄了 它这个本身球里面 是有营养的 咱们加底肥的时候 也是放到底部 放到底部的话 它后期慢慢的往下涨 根系涨下去了 它就可以去吸收那些营养了 不要放过多 别的没啥了 就静等它长出来吧 等它长出来 咱就可以给它寄回去了 好吧 我们在种种球的时候 也要注意啊 一般的话呢 温度尽量都在15度以上 15度以下 大部分植物停止生长 你像种球啊 在5度以下是彻底休眠 可能这个花友家里面 就有点冷 别的没啥了 咱们给它养出来 只要是出牙了 就可以给它寄回去了 等好过两天 差不多半个月左右 就可以了 现在花尔门呢 对于种种球的话 是吧 一个是要买一个 烧好一点的球 这个东西呢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不要去贪一些个小便宜 别的没什么了 如果说花尔门 有什么养不了的话 都可以寄到我这来 孕飞自己出 孕养免费 好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终一 拜拜 我小说好 你要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